這你到底要不要講清楚 這你已經躲三天了 兩岸一家親是你自己講的 你到底是台灣人中國的 還是中國 還是 自己喊出兩岸一家親 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簡單的是不是也能一連問了五次 柯文哲持續閃躲飄 理科專家王世堅給了第三個選項 柯文哲簡單講就是個投機的人 投機的人 館長直播是這樣 我的態度是這樣 就是不要閃躲問題 等一下我等一下有非常有問題 我不會閃躲 投機歷歸投機 柯文哲還是經不起機 霸氣宣言要出來面對 結果又是 現在國民黨先回答 這個就回答這問題 我的中心思想就是 台灣的整體利益 人民的最大福祉 所以對我來講 不是那種太意識形態的回答 不假思索 任何民眾 即便中學生小學生 都馬上可以回答得出來 他今天斬之在前 明天忽焉在後 回答也能 九彎吃八怪 將身份認同推給意識形態 牙膏擠了又擠 終於擠出了這個答案 所以台灣人或是中國人 這樣身份認同 台灣人中國人的問題是這樣的 台灣在這個 所謂華人文化圈裡面 你知道 在中華文化圈裡面 我們不會認為說 這個 我們也不會否認這個事實 經濟上的中國 大家可以談嘛對不對 可是在政治上的中國 在現階段就不可能嘛 漢子好漢一條嘛 當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 你是中國人 那你也去聲稱 你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搞了半天 到底是哪款中國人 還是沒講名只承認 文化上是中國人 那政治呢 兩岸一家親 難道不算嗎 經濟呢 丟給大家要談 也沒說清楚 不過憲法明定 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柯文哲若不想讓 王世堅一語說中 恐怕沒有空間在山多 最糟糕就是像他這樣子 我簡單兩個字形容他 俗辣俗辣俗辣嘛 接下來張宣談了